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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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家長 各位小朋友 非常歡迎各位有機會 在那麼寒冷的天 到長大林客家中心來參加這個夏日客家廣場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請到了成義高中的李宗盛老師 李老師的履歷一大堆我念幾個重要的 他現在是教育部中央課程與教學諮詢的教師 然後是我們物理教育學會的理事 然後是師大能源教育小組專業講師 有好幾個重要的power教師的提名入選 所以他在這個教學結束貢獻上 是2010年中華民國物理教育學會 物理教育結束貢獻獎得主 所以李老師投入這個教學 還有這個傳 把這個科普的活動傳出去的這個方面 也做了將近十年了 那今天呢各位有幸來到這邊 有玩的有吃的還有學的 他今天講的就是廚房科學家 他希望能夠造就各位小朋友們 在家裡面自己有好奇心 但是自己也學會去看書 然後動手 而不要只是純粹說我想要玩我就去做 那有時候很危險 一定要有個正確的指引 所以各位小朋友 如果你有興趣要學林老師今天教的東西 好 你先稍微看一看 找一些書來看 了解說有沒有危險性 可不可以自己做 不要自己隨便就動手 因為有的東西做出來 廚房裡有的東西做出來 還真有危險性 是很危險的 我舉個例子 我們把麵粉從空中一灑 灑出去 如果你點火 可能會爆炸 因為它上面帶了鏡片 然後那個麵粉細微的 非常小的省層 碰到火花是會爆炸的 所以不要隨便玩 有沒有 那這些東西是科學上有證據的 先看書 看的書 反正圖書館有很多簡單的書 自己看 要有這個習慣 看了知道有沒有危險 可不可以做 然後再去做 就有個人在教你 就比較好一點 所以為了安全 各位一定要學會說 用腦一看 用腦在想 可是 要有知識帶到你 好 我們大家來歡迎 李軒安老師 謝謝 謝謝 謝謝李老師 好 李老師真的是太厲害了 他剛剛說 我本來要做的實驗 就是粉塵爆炸那個實驗 後來想一想 不行 現在講小朋友太多 我們會做一個錯誤的示範 好 所以呢 今天我們要帶給大家的 其實很安全 而且你在家裡就可以做 所以其實我們很希望 爸爸媽媽帶著小朋友 一起來做這些事情 那要從廚房開始的話 其實我們會訂廚房科學家 也就是說很多東西 其實你都可以從廚房拿得到 或者是說你在家裡其實就有這樣子的東西 在生活裡面 無處不是科學 只是你能不能細微的注意到 這些東西其實就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那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說今天 李老師有提到 今天就是來吃吃喝喝玩玩 因為吃吃喝喝對不對 就要回到 蘋果 有沒有人喜歡吃蘋果 很喜歡喔 我女兒也好喜歡吃蘋果 我女兒幾乎每天都要一顆蘋果才可以 我們家冰箱裡面幾乎五十五顆都有一顆蘋果 有沒有現場是一年級的小朋友 一年級 哇 有沒有三月份生的 沒有 一年級三月份生的 哇 今天高老師 是喔 我三月份 三月份 生日快樂 送你一顆蘋果 對啊 現在三月嘛 對不對 我們搞了一個三月的壽星 好 那大家在吃蘋果的時候 應該都有吃過蘋果 對不對 吃蘋果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一個小問題 這蘋果是可以吃的 我們剛剛才去洗 正常的情況之下我們會削皮 可是今天太忙了就不削了 我們確定他可以吃 我最喜歡上這種課 你看 老師可以公然吃東西都不會有人有意見 好好吃喔 真的 好 我們就這樣下課吧 哈哈 等一下會給大家 太喜歡這種課了 好 我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大家應該有這種經驗 蘋果放一段時間的時候 是不是都會黑掉 為什麼會黑掉 發霉 還有沒有其他答案 氧化 什麼東西氧化 鐵 哇 你們是外星人嗎 為什麼那麼厲害 哇好厲害好厲害 蘋果裡面 其實很多水果都是這樣 包括水裡也是一樣 放一段時間它都會黑掉 一般我們都講黑掉 實際上它的顏色是有點像紅棕色那個樣子 那其實就是裡面 它裡面因為富含大量的鐵質 這個鐵質放在空氣當中 它久了之後就會氧化了 可是喔 基本上還是可以吃啦 可是你就覺得它吃相 賣相不好吃相不好對不對 其實吃起來味道是差不多的 好 我女兒就很討厭它變成黑色的 對啊 一年級的小朋友 對那種視覺的感受是很強烈的 欸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讓它不變黑 放鹽水 放鹽水 放鹽巴 直接塗鹽巴 喔那可能會很好吃喔 我們現在喔 故意讓它變黑 我現在喔 要把它切得再更碎一點點 把它的表面喔 我們把它切得再更碎一點 好我兩邊都把它切一切 好我們同一顆蘋果的標準 應該都是一樣的 好我這一顆就放這邊 好我們再來一顆 再來一片 那一般我們都是泡鹽水 好那泡鹽水的目的喔 其實應該大家都曉得喔 它會氧化 它氧化是就是空氣當中的氧嘛 所以喔我們如果把它泡一點水 欸我先把它切一切 好這樣大家切一切的目的喔 是速度會快一點喔 好因為我們等一下需要給它一點時間 好我們故意讓它變黑 好不好 好那我現在把它泡一點水 好我直接把它泡一點水 好做完實驗的蘋果 我們就不要吃了 這是自來水 好一般我們還是喜歡泡開水比較好 好那泡完鹽水 其實跟泡鹽水跟泡開水的意思其實是差不多的 其實坦白說你只要泡開水 效果就會不錯了 可是泡鹽水會好一點的原因是 泡過鹽水你會覺得好像吃起來比較甜一點點喔 好那是一種味覺的感覺 好你會覺得它更甜一點 好那外面的啊 外面的那個那個夜市啊 各位如果去夜市看哪一整包的那一種水果 尤其是蘋果 哇為什麼都不會黑掉 當然有些它就是泡鹽水 可能泡鹽水的話其實 大家有這樣子的經驗就會知道 其實它還是會黑只是時間會拉長一點 可是在夜市裡面他們一賣賣好久 幾乎都不太會耶 他們是泡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不要不要把人家想的那麼惡劣啦 蘇打粉 他們泡另外一樣東西 成本高一點 檸檬 我們來試試看檸檬 有沒有人敢吃檸檬 直接當柳丁吃欸 不要啦對牙齒不好 小朋友小朋友很會吃檸檬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家的小朋友是不是也是檸檬當柳丁吃 啊我們女兒真的是太可怕了 檸檬當柳丁吃 檸檬呢效果會更好 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你家裡有檸檬的話 你如果把它加一點點檸檬汁在上面 加一點點檸檬汁在上面 你會發現它可以撐很久 而且檸檬本身就已經夠香了對不對 它就已經夠香了 所以我們把它擠一點點檸檬汁在上面 這個怎麼都沒有汁 好我們把它擠一點點檸檬汁在上面 好現在總共有三片在這邊 好我們給它一點時間 好我們給它一點時間 來反應 好在各位的最右手邊這個 這個是什麼事都沒做的 好中間這個是泡水的嘛 好然後最左邊這個是我們把它加上檸檬汁的 好接下來呢我就把它放著了 我們需要給它一點點時間 好這一顆是乾淨的 有谁要吃吗 你现在直接要啃 真的啊 那我们就送给你的好不好 好啊 这有洗干净的 我们就不要浪费 等一下还有一颗 等一下还有机会 我们还有一颗 那接下来 我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我们就先搁着 我现在要先来做另外一件事情 那这两件事情 感觉上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两件事情感觉上 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过等一下他们是有关系 这样我们再来说 那我刚刚 去洗手间 装了半杯的自来水 它就是自来水而已 它就是自来水 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 那我们要把自来水 变成茶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它是不能喝的茶 对 优点 家里应该都有这个东西 优点 对不对 那我们要让它变成茶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它加上一点优点 那就可以变成茶了 可是它是不能喝的茶 不要拿来喝 会出湿的哦 会死哦 会会会会会 这不能开玩笑 好我们把它加入一些 发现茶出来了 对对 它是变的耶 这样我们的茶就这么泡出来了 哎呦太浅了 我们再来一点点 太浅感觉上有点像尿 不太像茶 还有点泡泡 你看真的是怎么那么恶心呢 等一下我们要吃东西 好来我们再把它盖起来 再咬一咬 再把它咬一咬 好我们的乌龙茶出来了 那还有泡泡 哎呀真的是 怎么会那么难看呢 好变成茶太简单了 重点是怎么把茶变成水 听说你只要把它咬一咬 你只要把它咬一咬 它就可以变成水 有没有小朋友来帮我咬的 送一颗苹果 对不对 我们找这边好了 不然这边我常常会没看到 那你帮我带你上来 陈宣明我们给他了 掌声鼓励鼓励 好用力啊 用力啊 他又变透明的哦 糟糕怎么会变这样子 怎么没有变透明的 虽然没有变透明了 还是要送你一颗苹果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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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怎么那么可怕 老师是有练过的 刚刚摇得那么用力 我们现在最多三下就好 好不好 试试看 糟糕 最厉害的一件事情是 经过我加持之后 你怎么加基本上 都没有用 怎么会这个样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再加多一点还是一样 不能喝 不能喝 我们再加多一点还是一样 再加更多一点 还是一样 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那其实 事情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 那么神奇 这绝对不是什么魔术 大家都只注意看我手上的东西 没有人注意我桌上的东西 我有两个瓶盖 有没有发现 我里面在第二次加的时候 里面偷偷放了一样药品在里面 其实我刚刚只是在做了一个实验给大家看而已 我只是在做了一个实验给大家看 可是这个实验你如果经过一些设计 它就变成一个像魔术一样的东西 那我到底加了什么东西 我到底加了什么东西 我加了那个东西 其实它的正式的学名叫做瘤癢瘤酸 那一般我们在那个水族馆都买得到 水族馆我们把它叫海波 就拿来除氯气用的那一种 因为你如果直接 一般我们养鱼的话 直接加自来水 那如果遇到那种比较小只的鱼的话 它耐受力比较没那么强 你的氯气高好那一天又特别多 那可能那个鱼就会死掉 所以你如果马上要把那个自来水放进去的话 在水族馆会买到一样东西 就是你直接放这个 这个叫海波 那学名叫刘怠瘤酸 那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我们摄影机有办法拍得到吗 我们的摄影机拉得到吗 太厉害了 它是长得像一小块 很像洁晶的那种感觉 透明的 我把它放这边可能对比起来会比较明显 它是透明的 透明的 那这个东西 其实它里面 它就在做了一个化学的反应 叫做氧化还原的反应 那我们原本的 原本的这个点的话 它颜色是红中色的 那我现在把它还原掉 我把它还原 那把它还原之后 它就变成是透明的 透明的这个颜色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在很多所谓的第四台里面 常常在玩这个游戏 常常在玩这个游戏 不要被他们骗了 不要被他们骗了 他们常常最喜欢玩什么呢 卖那个超级清洁剂 你知道吗 各位太太小姐们 哇 那个什么衣服最难洗 帮到这个 小朋友乱玩乱弄 弄到一个这个东西 叫点酒 那个点酒 我们如果把它点在上面的话 哎呀 太太妈妈也要怎么洗 你要拿那个菜瓜布 看乳看小 然后什么 什么那个 那个清洁剂 弄整瓶 全部都没有用 对不对 你今天只要拿 我们这样一罐就好了 这一罐小小的 不用多 你要什么 一瓷瓶半瓷瓶 我们一颗瓶 洗衣服不用那么辛苦 哇 大了干 洗条干 我们现在只要拿一颗 摄影机要看清楚 我们就像拿一颗 把它放着 我们先让摄影机先对准 那个导播 你可以再近一点 没关系 凡走过 那个痕迹 就会不见 好 什么叫做 一瓷瓶 我们只要一颗瓶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干干净净 清洁溜溜 不要被骗 他就是在做一个 化学实验给你看而已 那其实 在我们在讲 所谓的干净 这件事情里面 我们常常用我们的眼睛 来判断它干不干净 看不到就叫干净 那如果看不到 叫干净的话 全世界最干净的地方 叫医院 对吧 你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很多东西 我们从化学的角度来说 所谓干净是必须让 这个 这一个 脏污的东西 离开 这个表面 离开这个表面 可是实际上 它还是在上面吗 只是让你看不到而已 它变成一个 无色的东西而已 所以它其实就是在做一个所谓的 还原的一个实验在那边而已 那再回到我们讲的这边 你看我们这三颗苹果回来了 来可以再排近一点给大家看 你可以不用拍我 虽然我知道我很帅 这一颗 这一颗 好一点点的 好一点点的 这是把它泡一点水的 好 那这一颗呢 没有 这是泡柠檬汁的 可以试试看 又好吃 又不会黑掉 所以其实 那就表示了 那这一颗苹果里面 这一颗苹果 是不是没有被氧化掉 没有被氧化掉 我们加了柠檬汁之后 它其实没有被氧化掉 那我们加了水之后 其实它多多少少 还是有被氧化掉一点点 因为我们加水 其实最主要目的是 让它上面有表层 有一层水 隔绝掉空气当中的氧气 它最主要目的其实是这个 可是你再怎么隔绝 隔绝不了 这是在自然界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定律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防止 这些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发生 你是没有办法预防的 应该不能说不是预防 而是你没有办法阻止这些事情 那跟大雨治水的意思是一样的 有听过大雨治水吗 洪水该发生 它就是会发生 你怎么赌都没有用 重点是你要怎么把这个能量 把它散掉 所以他老爸 他老爸好像叫滚吧 最后就滚了嘛 他儿子就比较厉害了 他儿子用疏导的方法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对自然界 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我们不是去阻止它 而是想办法把这个能量把它散掉 那这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空气当中的氧 你是完全没办法避免的 因为它就占了五分之一 你无处都是空气 无处都是空气 所以你没办法去阻止 氧进去跟它 你唯有一个 不能讲唯有 你有一个方法 有人先牺牲 有人先牺牲 也就是说 我现在如果找到一样东西 比苹果里面的铁 更容易去把氧吸收掉了 我先把我自己牺牲掉了 我现在只有一发子弹 我只要挡在你前面的话 子弹就打到我而已 我先把我牺牲掉 那这样东西的话 它是不是就不会跟 那个我们的 我们里面的铁去反应 然后变黑掉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最主要 最主要 柠檬里面 主要有两个成分 银格说起来讲三个成分 当然这样讲的话 念食品学的会恨死我 因为它绝对不是只有三样 念化学的都会讲三样 水 柠檬酸 它一样 大家会吃柠檬 最重要的就是想要吃哪一个 维他命C 所以呢 维他命C 其实它就是一种 很好很好 防止我们食物氧化的一种东西 防止食物氧化的一种东西 那我们一般来讲就把它叫做抗氧化剂 它可以抗氧化 可是抗氧化是不是真的 它就不氧化 刚好相反 它自己氧化了 它牺牲掉它自己的 所以维他命C牺牲掉它自己的 让它自己氧化掉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再来试另外一个东西 我现在再来试另外一个 好 维他命C食物真的那么厉害 好 我现在这边先倒一杯水 好 我们刚刚知道 我如果 这个点酒 好 在这边 那它变色的话 它是不是就会有抗氧化的效果 它就会有抗氧化的一个效果 就会有抗氧化的一个效果 所以呢 我现在去拿了一个 维他命C 大家都喜欢吃维他命C 对 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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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可以吃的 这是可以吃的 好 我们带了几片回来 这是可以吃的 那我们现在把它丢到里面 好 我们就把它丢到里面 就把它丢到里面 看它会不会变色 你看我们的维他命C有多厉害 对不对 现在我先把它丢进去 丢进去 丢进去 好 它需要一点时间给它反应 因为它很大一颗 我们就需要给它一点时间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请一个 哎呦 小朋友来帮我摇一下好不好 是 帮老师摇一下 屁股也可以顺便摇一摇 哎呦 快变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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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有变色了吗 有了 透明了 好 还有一点点黄 我们再给它一点时间 它其实完全变透明了 所以维他命C的话 它就有所谓我们讲的抗氧化的效果 它有所谓我们抗氧化的效果 所以各位在很多的食物里面 其实都会刻意的加上这样子的东西 来防止食物过那个应该讲快速的氧化 在哪些东西可以看得到呢 我们请 我们请 拿过去了 那个果汁 果汁 在哪边 那个果汁在哪边 好来来 我们每一个家庭来灌果汁 不要一直听我讲 听我讲的话不好玩 我们要开始吃吃喝喝 好 那我们发一罐果汁给大家 为什么要发果汁呢 不是只有喝油 我们要先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成分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习惯 拿到一样食品的时候 先看一下它的成分有哪些 那大家要看 我们发下去的那个是苹果汁 那几乎所有的果汁 都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成分 它为了让那一个水果 能够保存的时间久一点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成分 里面有一样成分 就是防止它氧化的成分 好 你们看到它上面有写什么 好 所以这是一个 给各位小朋友 在以后 你在选择食物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 就是 你要先看一下上面的成分 那有些成分 其实大家不要误会 它是 这种添加物 对食品来说反而是好的 有些添加物 其实对食品来说反而是好的 当然过分的添加物 怎么样 所有东西只要过量 其实都是有害的 连水都是嘛 水吃太多都会中毒 不晓得各位没有听过水中毒 水吃太多都会中毒的 所以其实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子的 大家看到它成分上面有一个东西 就是防止它氧化了 是什么 维生素C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维他命C 有我们所谓的维他命C 那这个维他命C的话 这个维他命C的话 大家就可以把它拿来喝了 没关系 看完之后就可以喝了 有有有 他会加一点盐 加一点盐是提味的功能 其实有 比较在做菜的妈妈 就会比较清楚了 其实加一点盐 你会发现那个味道会更甜 因为盐有提味的功能 也就是说我们的嘴巴 我们的味蕾 如果过度刺激之后 其实他那个味觉会降低 也就是说你会越吃越咸会越吃越甜 所以那个盐加盐是一点提味的功能 会让你觉得那个东西更甜 那是一种提味的效果 好 那这个是维他命C 可是呢 维他命C它是水溶性的 它是水溶性的 那有一些东西呢 它不是水溶性的啊 它不是水溶性的 也就是说 它里面如果没有水的话 你丢维他命C进去的话 没有效啊 它不会溶啊 比如说像什么呢 来我们再发一包东西给大家 那个王子面 那个有饮料怎么可以 没有王子面对不对 好 那吃任何 吃任何的零食之前 很重要哦 请先问过你的爸爸妈妈再吃 这是很重要 不给自己拿来就吃哦 能不能吃 请先问过你的爸爸妈妈 好 那像我们王子面 好 王子面的话 像这种它是属于那种加工过的食品 那这种食品的话 其实你只要把它放在空气当中 它很容易就会腐败 它很容易就会腐败 所以你看它的包装 它的包装 通常都是属于那种 铝箔类的防潮 防潮 可是呢 这种东西 它就不适合放维他命C了 你如果放维他命C进去 第一个味道很奇怪 第二个没效果 因为放不进去 因为这两个是没有办法不容的 所以他会选 他会用什么东西来放呢 看一下它上面的成分 有一样东西 我们没有多的 多的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拿来当奖 好 里面放的是什么 一二三 我看到那个小胖已经很早 我一旁边一太好 再给你一包 我最喜欢把这个当 因为几乎没有人会拒绝 好 那这个 上面你有看到 维他命E 它就是一个天然的抗氧化剂 天然的抗氧化剂 所以维他命E的效果 是跟维他命C是一样 它是一种所谓的抗氧化剂 抗氧化剂 那这种抗氧化剂的话 它跟一般我们所谓的防腐剂 是不一样的意思 很多人会误会 抗氧化剂就是防腐剂 防腐剂就是抗氧化剂 其实它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那什么叫防腐剂呢 一般来讲 它上面写说 本品绝不添加防腐剂 坦白说我也不晓得 他敢写你就相信吧 好 回到一个原点 回到一个我们刚才提到的 其实大家不要过度的担忧这件事情 有些食品加入适当的添加物 其实是没有坏处的 我们讲的是适当的添加物 不过量 而且是东西是对的 至于瘦肉精有没有问题 我不知道 等他们炒完 我们再来讲这件事情 它也是一个添加剂 那防腐剂这个东西 是我们国家认可的 只要它在一定的标准以下 它是OK的 那防腐剂它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 好 我们还问了 有没有人知道哪些食物里面有添加防腐剂 好 这个不算 他姐妹有了嘛 我们就不讲这个了 好 小朋友 防腐剂 什么东西会添加防腐剂 面包 面包 面包是谁说的 你啊 来来给你一个 面包 面包其实坦白说要分两种 好 有一种叫做那个 那个 抱歉先放下来 不然取得好累哦 有一种叫那个 苹果面包的那一种 那种就有加 你会发现 那一放放六个月嘛 不加的话那还得了 一般的面包大概只能放三天 那种面包就没有添加 就是那个 面包行之间烘烤出来的那一种 那种就OK 那种没有添加 那种苹果面包的 在7-11一放放半年的那一种 那个不加的话都有问题的 对 好 还有哪一个 哇 这么厉害 我们请 请 一老师不见了 不然我要叫他当坏人 好 我们首先放下 我们先放下 我们数到 数到三 好 首先放下 这样要公平了 要公平了 一 二 你们都 你们都偷跑 三 哦 我看到了 什么东西 香肠 哦 好 香肠也是 不过香肠里面放的防腐剂 跟我们一般所谓的防腐剂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一般香肠里面放的防腐剂 是所谓硝酸 眼泪的东西 是属于硝酸眼泪的东西 那一般我们所谓放的防腐剂 就是属于本酸 本那个本甲酸 或者是所谓那种安息香酸 那一种东西 那那一种东西的话 嗯 它主要的目的是要抑制 微生物或者是 黴菌的生长 抑制 微生物或黴菌的生长 那我们刚刚讲的 抗氧化剂不是哦 抗氧化剂是要防止这个食物 跟氧气结合 所以其实它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 好 可是哦 好 我们等一下再来继续问了 我一直想要得到一个答案 可是没有人讲出来 所以我只好直接把那个东西拿出来 什么 什么东西有加防腐剂 其实坦白说 你只要抓到两大类 好 大概就差不多了 没问题了 好 第一个 第一个 腌制类的 腌制类的 腌制类的像什么呢 剁干 蜜健 那一种腌制类的 你如果要放得久 多多少少都要放 原因很简单 它里面本来就是用细菌去把它发酵的 所以它里面多多少少一定都会残留 多多少少都会残留 那第二种 高糖 高糖分的 高糖分的 果酱 花生酱 那种东西一定都会有 一定都会有 因为那种东西它很容易腐败 因为它高糖 那维生物就 它变成养分很多 那还有一样东西不是吃的 很多人不晓得 可是实际上它里面防腐剂还真不少 化妆品 化妆品都有防腐剂 化妆品都有防腐剂 如果不放防腐剂的话 那个你的脸早就 加点防腐剂嘛 让你脸比较不会坏掉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豆干 大家的最爱 这包底下要送谁呢 拍得到吗 哇 字有点小耶 我本来是想要每一个人买一包 后来发现买下去 他们会破肠 拉得近吗 拉得近吗 我们可以再更近一点 再近一点 拉到最近 如果可以夺近就把它夺近 可以再近吗 拉到最近了 已经准备了对吧 准备了就没办法了 好 看得到 这边有一个防腐剂 叫什么 脊二细酸甲 那个东西就是放在里面的防腐剂 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你在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 我不能讲所有 这样讲不公平 很多食品面其实都看得到 你只要不过量的食用 其实是OK的啦 当然什么叫过量 一天十包 那铁钉过量 偶尔来一包 其实是无所谓的 是没有关系的 好 那这个是防腐剂 可是里面呢 还有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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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 这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 这是什么 干燥剂 干燥剂的举手 好 手方向 其他的举手 好 太好了 小朋友你说 是什么 洗衣巾 好 你太可爱了 洗衣巾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答案 好 有没有其他答案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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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爸爸 脱氧剂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 好 很多人会把这种一包的东西 直觉啊 你知道吗 干燥剂 我的豆干 沾沾沾 干燥剂干什么 你面前不是干燥剂 我们把这包拿出来 我们把这包拿出来 好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 我们所谓的抗氧化剂 另外一种所谓的抗氧化剂 那这种抗氧化剂 它就不是把它放在我们的食品里面的 因为我们的食品里面 有些可能为了风味的关系 它不适合再放这一些 所谓天然的这种抗氧化剂 当然它会放一些所谓人工的抗氧化剂 那这些东西 其实台湾的消费者 其实算是自主意识很高的 台湾的消费者算是自主意识很高的 所以只要有我们看到那种 看起来没看过的 然后感觉上很可怕的 大概就会有人拿来提报的 不管你懂不懂 就会先讲一下这样子 所以 以市面上我们讲抗氧化剂 哇 这包等一下要送谁呢 完全没有 干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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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先放这边 那我们还是希望送给爸爸妈妈吃 小朋友尽量不要吃 那种东西算垃圾食品 可以不要吃尽量不要吃 反正爸爸妈妈也当垃圾当很久了 多一点垃圾也没有关系啦 你们的垃圾还很少 少一点累积 因为以后你会自己会累积很多 现在可以尽量不要累积都不要累积了 等到你们长大了不听我们的话了 你们自然就会累积很多了 所以现在趁你们还没有行为能力的时候 尽量不要让你们累积 好 这边有一包 这边有一包 好 我们可以摄影机拍得到吗 好 这边写什么呢 脱酸素剂 它上面这样写 为什么写脱酸素剂 什么叫酸素啊 这一切都要怪日本人 这是日文 酸素在日文的意思就是养 酸素在日文的意思就是养 所以我们写脱酸素剂 其实就是脱氧剂 那像这样子的东西的话 它要把里面的氧气 把它尽量吸收掉 把它尽量吸收掉 它会加上 你给我们刚才说的 很容易跟氧结合的东西 我让我自己 把它牺牲我自己就对了 然后让里面氧气尽量少一点 那它就比较不容易腐败 好 有没有人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成分 哇 你好厉害 什么都知道 太厉害了 我这包豆干真的要给你了 里面是什么 里面是一个小小的球球包 小小的球球 我先吃半包再给你 你有在观察 可是那是干燥气 你也知道了 好厉害 铁粉 铁粉 我确定你们一定是外星人 铁粉 这要怎么办呢 恭喜你 这包给你 我们还有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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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风波爸爸妈妈 你不可以自己拿来吃哦 呦呦呦呦呦呦 还有一包 不同口味啊 不同口味 那一包是什么口味啊 沙茶 哦你们怎么那么厉害 我都没有在看 这是乳肉口味 乳肉里面没有乳肉 沙茶里面没有沙茶 不要想太多 它就是个豆干 好 这里面是铁粉 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铁粉 好 我怎么知道它是铁粉呢 我只要拿个磁铁 就可以把它洗起来了 它里面就是铁粉 因为铁本身其实 它是很容易氧化的一种物质 它本身是很容易氧化的一种物质 所以我们就放一包铁粉 在里面就好了 就只有一包铁粉而已 就这样子 然后把它丢进去里面 那它就会跟氧结合 它里面就会开始生锈了 那生锈之后 里面的氧气 就会被大部分都被消耗掉 那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其实最早最早 我们可以追溯到最少三千年前 我们人类就已经开始用了 我们人类就已经开始用这个方法了 这个问题很难 这包就送给他 什么人可以知道是什么了 在三千年前 前一阵子还在 那个科博馆那边展览过 木乃伊 你好 你看 来 送给你 木乃伊 在那个金字塔 金字塔盖好之后 金字塔盖好之后 他们在里面 其实我们看那个电影 很多电影都有这样演 那金字塔里面似乎都有很多的火炬 都有很多的火炬 那火炬不是放好看的 不是放好看的 他们在 在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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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坟木啊 把它封起来之后 火炬是不洗的 他故意不把它洗掉 让你 让它在那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去烧 烧到它里面的氧气 大部分都被烧完之后 那木乃伊就比较不容易腐败 所以他们是很聪明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所谓的盗墓者 一打开那个灵井要进去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说 一进去马上就死掉了 其实很多原因是因为缺氧 第一时间缺氧 那缺氧是一种很可怕的 因为它是慢慢的 让你不知觉的就昏倒 它可能很多时间是缺氧 当然另外一个那种 所谓的 它怎么说呢 诅咒也好 机关也好 或者是什么放出了未知的病毒也好 那其实他们那都不可预测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缺氧 就是因为缺氧 它里面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所谓的抗氧化的一个 氧化还原的一个反应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很多很多 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那等一下 如果有时间我们再举另外的例子 我们再来做另外一件事情 大家有王子面了 有苹果多了 有人也有豆干了 还少一样东西 小朋友最喜欢的 喝汽水时间 耶 你看为什么今天会爆满 因为我们要喝汽水 好 小朋友 会被爸爸妈妈禁止喝汽水 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它就是垃圾食物 第二个是什么 因为它有酸 有酸 有酸其实也是差不多啦 你吃柠檬更酸 因为它会对你牙齿 对 真的哦 那个汽水真的不要吃太多 牙齿真的会坏掉 这不是我们只是讲讲而已 是 你就是那个喝汽水 那个外外会清掉 清掉 会破洞 啪啪啪 会噴气给你 好可怕 好可怕 对啊 清水是啥清租场的 真的哦 清租场 等一下我们有很多 清租场的材料给大家 好 好 先等一下 先听我讲 因为我们要把 我们要接续这个话题下去 这会讲不完 当然 它的原因有很多 因为基本上 它就是一个 没有营养的东西 我们必须这样子去承认它 它很好吃 很好喝 大家都喜欢 可是它是一个 没有营养价值的东西 好 那其中还有另外一个 那这是我们 我们家的 我们家的规则啦 规矩啦 就是小朋友不准喝冰的 好 汽水不冰 真难喝啊 可是呢 我们今天要来做汽水 好 可是要做的汽水呢 是不冰的汽水 我们只要给你三样东西 我们自己来做汽水 好 我们说请 那个 我们的伙伴来帮我们发一下 好 只是这样子做不好玩啦 我们要给大家一些题目 好 大家先拿到的这一包 等一下 这一包叫A 大家要记得哦 因为发下去等一下会很像哦 记得哦 这个上右哥哥这一包叫A 好 来 再来 再来一个 好 然后 正义哥哥 真的有正义感的哥哥 这一包是B 好 记得哦 然后更弦哥哥这一包是C 好 记得哦 不要弄错了 好 发下去 不要弄错了 不要弄错了 好 不要弄错了 好 我们现在等一下 每个家庭会拿到三包的材料 好 会拿到三包的材料 那各位爸爸妈妈放心 我们这个材料都是安全的 都是可以使用的 好 都是可以使用的 好 我们现在有三包材料 ABC三包材料 好 那坦白说 我也不知道这三包材料的内容物是什么 好 因为我也是随便就这样发了 随机的 这样才好玩 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答案 好 来 都拿到了吗 好 那有剩的请先给我 好 这是A 好 我写一下 不然我自己都忘了 好 有没有哪一组还没有拿到这三包的 有 有 好好好 我们再发了 我们再发了 好 有三包 好 这三包材料都是可以吃的 好 都是可以吃的 好 那 我们再给大家一个 一个那个 那个 透明的杯子 透明的杯子 好 这个透明的杯子 还有小汤匙 我们也顺便发下去 好 杯子还有小汤匙 好 那 呃 等一下需要水 对不对 好 泡气水 当然需要水嘛 不然怎么来的 好 所以等一下 可能我们再帮忙各组 好 我们等一下 呃 如果你手边现在有开水的话 我们就直接用 你的开水就可以了 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要到外面的饮水机 拿开水 有 有 好 好 啊 等一下是真的可以吃的 所以等一下 手要保持干净哦 这是冰 这个是冰 哦 这是冰吗 对 好 这是冰 好 好 这是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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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我们需要的材料 哦 这三包哦 好 然后水 好 等一下会给你一个小汤匙 让你可以咬的 好 那还有一个小的透明杯 透明的塑胶杯 好 我们特别用透明的是 等一下你可以观察得到 好 等一下就可以观察得到 好 好 那一边在发材料的同时 我们一边就先跟各位稍微讲一下 这三包材料 这三包材料 三样东西我们先给大家答案 等一下我们想办法来点点看 好 第一样东西是 柠檬酸 柠檬酸 柠檬酸很酸哦 柠檬酸很酸哦 第二个东西是 小苏打 第三样东西是 我确定你们一定都是外星人 好 问题来了 A是什么 有一个大原则 不可以吃 不可以吃 虽然这三样都可以吃 可是先不要用藏的 当然你用藏的马上就可以藏出来了 可是呢 这是在我们在做化学分析 一个最忌讳的事情就是拿来吃 因为在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之前 所有东西 绝对都不能吃 好 所以如果不吃的话 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分出这三样东西 气味 颜色 外观 我如果三个都把它磨成粉 我可以把它三个都磨成粉 没问题吗 只是我们没有做这件事情 因为 因为 懒惰 我应该把它都磨成粉 就没有外观的问题了 好 外观 细味 颜色 坦白说都不科学 软硬度 那更不科学 我知道 好 什么方法 在显微镜看 在显微镜看 怎么看 柠檬酸它会出现柠檬 然后小苏打 出现苏打这样子吗 看它的纤维 所以柠檬酸又有柠檬 所以它有纤维 所以 这 想不想想想想想想 这个 这个 这件事情 其实又要回到我们中文的问题了 这个是题外话 顺便提一下 因为刚刚讲到这件事情 看到柠檬酸就看到柠檬 柠檬就有新闻 我们中文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大家觉得很骄傲 我们学会了一个全世界最难学的语言 真的要很骄傲 因为中文真的太难了 对 那个 花生油是用什么做的 花生 芝麻油是用什么做的 芝麻 芝麻 婴儿油是用什么做的 这就是中文的问题 上面那个东西 我们会很习惯 那个东西都要原料 那东西都要原料 哇 那还得了 我住台中 台中 那个丰原有一个很有名的名产 不能讲名产 就是算名店 算名店之类的 它叫小朋友肉包 我女儿第一次看到吓死了 妈妈不要去吧 因为那里面包小朋友 对 那里面包小朋友肉包 我没有看到 那里面包是小朋友 不要买 好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奔赦这些东西 好 什么 泡水 泡水 那这三样东西 会发生什么事情 变色 泡水会变色 气泡 气泡 哪一个会有气泡 泡水 小苏打泡水会有气泡 小苏打加柠檬酸会有气泡 那你怎么知道哪个是柠檬酸 哪个是小苏打 假设吧 假设 假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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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A加上B会有气泡 那A是柠檬酸还是B是柠檬酸 你怎么知道 不能用猜的啊 不能用猜的 我刚才讲了 不能看外观 外观是一个不准确的 不能闻 闻其实也是被禁止的 那有什么方法 紫色高丽菜汁 紫色高丽菜汁 哇 真的是强到 我不晓得该说什么才好 我发现你们 你们这一群人都不要来了 好 紫色高丽菜汁是要拿来干什么用的 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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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柠檬酸是什么性质的 小树打 小树打是碱性 糖呢 刚好这三样东西 是一个酸性 一个碱性 一个中性 好 那我们高丽菜汁 高丽菜汁 我现在要去拿一个高丽菜来煮 太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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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另外一样东西 大家看了之后会更爱的 不要不要不要 是指厨房没有 而且百分之百 我们今天很多小朋友 我们尽量拿的东西 除了豆干之外 应该都还不错 好 葡萄汁 大家应该都会有喝过这样子的东西 葡萄汁 百分之百的 我们还不惜种枝 还要一定要买百分之百的 不能买那种太烂的 可以 不过不是现在 好 我们来一点葡萄汁 我们先来一点葡萄汁 扫完物照 因为大家看到食物越来越多了 心情就越来越兴奋了 哇 还是太浓了 好 红色 紫色 紫色 红色 红色 坦白说啦 颜色这种东西 还见能尽致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对照组 好 我们现在拿了三杯在这边 你都一样啊 好 我们现在有三杯在这 好 现在这三杯的颜色都一样嘛 这三杯的颜色都一样 四杯我们就把它放在这边 所以我要先给你一个对照组 所谓对照组就是 我们来看看 它在酸性里面会变成什么颜色 好 那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的话 葡萄汁你所看到的这个颜色 其实它就是所谓 比较偏中性的颜色 葡萄汁不会那么酸 当然它会偏微酸 好 可是一般来讲 我们就把中性的颜色看成是紫色的 好 那我现在如果把它滴进酸 好 我现在带了一罐酸来 好 我把它滴进酸里面 看它会变成什么颜色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比色的原因 好 因为肉眼其实看不太出来 好 我拿起来给大家看 这样子应该就很明显了 这两杯不一样吧 看不太 好 我们可以摄影机拉一下 老师 老师左手边这边是滴酸的 好 那右手边这边的话是没有滴的 好 摄影机好像 看不太出来 还是用直接这样看 会不会比较清楚一点 对 我把它滴酸进去的话 好 我把它 好 其实 这个就是 为什么 iPhone 要除视网膜 昨天最大的新闻 The New iPhone 不是iPhone 讲错 iPad The New iPad 现在最重要的功能就是 视网膜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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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器 他所谓视网膜不是拿眼睛来 我本来想视网膜显示器 是不是用眼睛就可以这样子 直接直接触控我 不是啦 他是说到视网膜的 那个解析度 我们眼睛的解析度 还是很高的 好 我们看看能不能 从摄影机来看 因为我底下 垫白色的 就会比较清楚一点 好 这样子 好 这两杯 这两杯 好 这一杯的话是偏红色的 好 那这一杯的话是比较紫色的 好 也就是说 葡萄汁的话 它在那个 那个 酸里面 它会偏红色的 所以呢 各位如果去买那种 铝箔包的葡萄汁 它倒出来 你要发现它是这个颜色的 好 因为它里面有放柠檬酸 为什么要放呢 因为它葡萄汁太少 没味道 它就把你加一些有的没有的进去 让味道重一点 所以你如果去买那种 铝箔包的那一种 可能是10%或30%的果汁 你倒出来就是红色的 倒出来都是红色的 好 那如果是碱性的呢 好 我们来加一点碱性 后边蓝 后边蓝哦 其实我也不晓得 忘记了 我们来试试看 还记得哦 我说不要客气一次加多一点 哇 这是什么颜色 好 好耳的颜色 对不对 这叫做好耳的颜色 我看能不能再调出一个比较漂亮的颜色给你看 好 好 再一次两次了 这次要一瓶一瓶到就好了 啊啊 还是太多了 还是太多了 不是还OK啊 没有比较吃 还要早啊 真的哦 真的哦 你刚才那个还能够要喝啊 好 好 我等一下 等一下再来加好了 等一下再加 各位就可以知道我的意思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对照组 如果它变成红色 那表示它是哪一包东西 好 所以它是 柠檬酸 好 那如果它变成是颜色更深一点 我们就姑且把它叫紫黑色 或蓝绿 蓝紫色吧 好 因为我说这种颜色的定义 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好 反正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颜色 那它就是属于 小树打 那如果它是不变色的话 那就是中性的糖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再来给它三杯 好 我们现在再来给它三杯 好 我们找 三个小朋友 来 那个 往上 我们找别人 找别人 找别人 哦 那边 那边我们都一直没有找到 那个妹妹来 你拿A 你拿A那一包来 好 A A哦 A哦 好 那你拿B 你拿B B 你拿B这一包 好 C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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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找后面 旁边这边 这边 这个绿色的小朋友 来来来 姓红 姓红 C 你拿C 好 谁 谁是A 你是A 那你是B 你是C 好 大家都一样 我们就做一次就好了 好 来 我们现在来看看 好 这个颜色还是深了一点 我再把它 稀释一点 好 因为如果颜色太深的话 其实 不管什么颜色 看起来都是黑色 因为颜色太深 好 这是第一杯 A呢 A在哪边 A 好 来 我们倒一点点进来 好 这样子就好了 好 感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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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可以先回去 我们给这个小妹妹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好 这个是A 这个是A 好 我们先把它放这边 这是A 好 B呢 好 B是谁 B是你 好 来 我们倒一点进来 好 这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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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C 来来来来 对对对 好 感谢你 感谢你 谢谢 谢谢 哇 现在的小朋友都越来越大方 我女儿叫她上台都不要 为什么不要 爸爸回家坐给我看 真糟糕 好 这是C 好 这是C 好 这三杯 好 来 谢谢你 谢谢 好 这三杯大家分得出来了吧 好 这是A 先A是什么 什么 柠檬酸 好 记得你的A是柠檬酸 你可以把它写上去了 好 这就是我们利用一个科学的方法 我们都没有去尝 我们用最安全的方法去分出这三样东西 好 好 这一杯呢是B 小苏打 小苏打 对 这是我刚才要 我刚才一直想要调一个绿色的出来 因为当它碱性不是很强的时候 其实它是偏绿色的 我已经没有水可以用了 其实它是偏绿色的 这两杯有点不太一样 其实它是偏绿色的 所以它的碱性如果没有那么强的话 其实它是绿色的 好 好 所以B的话是 我们写一下 好 这个是A 哎呦 刚刚好耶 B 所以C的话是糖 糖的话几乎是完全没变色 好 所以呢 大概已经知道你这三样东西的成分了 好 那为什么这三样东西就可以做熟器 其实刚刚已经有答案了 这两样东西只要加在一起 它就会产生 汽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气 气 没有气 真是有够难喝的东西 全世界最难吃的两样东西 一个叫冷掉的披萨 一个叫没有气的可乐 没有气的可乐真的是难喝啊 所以呢 汽水要喝就是要有气 那个气的话 我们就利用这两样东西 加在一起之后 它就会产生 气泡 这个气泡是二氧化碳 那气泡就是我们所谓的二氧化碳 好 再来呢 接下来工作就给各位了 好 要怎么做呢 第一件事情 先调口味 好 口味呢 目前只有一样口味 叫雪碧 你要调出你自己喜欢的口味 好 先给大家一个建议 水 倒三分之一杯就好 你水先倒三分之一杯就好了 水先倒三分之一杯 好 不要太多哦 因为等下冒泡的话 整个... 口都乱七八糟了 好 水倒三分之一杯就好了 不要太多 三分之一杯就好 好 然后呢 我建议你先加糖 调出你要的甜度 好 每个人的配方都不一样 请你自己决定 好 第二个 再加柠檬酸 调出你要的酸度 好 酸酸甜甜才好喝 有些人喜欢酸一点 有些人甜一点 好 先把这两个东西先调好 调出你要的口味 你可以一边尝 好 然后再一边调 好 第三个 你再加入一小匙的小苏打 你就可以看到 哇 汽水来了 好 小苏打要加多少 这个我就卖个关子 大家自己试 因为加太多 加太少 都会有问题 好 接下来的时间就要 留给大家自己玩 好 调出一个你自己口味的 汽水出来 好 你就不用再看可口可乐的颜色了 好 那我们可以请爸爸妈妈帮忙 水 三分之一杯就好 我们先不要太多 太多的话 第一个 他等下加上气泡会容易溢出来 第二个太难喝 你会很痛苦 所以你先慢慢的加 大概三分之一杯就好了 好 那我们给你一个小汤匙 就是让你稍微知道 你的配方是多少 到底是一池还是两池 还是一池半 还是半池 好 你要记得你的配方 你要记得你的配方 你这一次的实验 才会有一个下次改良的依据 所以你要你的配方 你可以用你的小汤匙去量 汽水 很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有气 所以你怎么样尽量让气流在汽水里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不然你最后还是在喝糖水 是 你要给我加一点 你要给我加一点 好 试试看你的汽水好不好喝 那如果小苏打加太多 会变成什么味道 那加太少的话 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可以请爸爸妈妈帮忙 小朋友来注意这件事情 好 各位如果那个量实在是没有抓好 第一包就已经用完了 我们就自己来拿 因为基本上我们给你的量 最少可以泡个 如果以三分之一杯来说 最少泡个五六杯以上 那应该是没问题 可是你如果第一杯不小心就用完了 我们有剩 大家手机需要的话 跟那个小汤匙去一下 好 那如果你那个药品用完了 不要讲药品 药品听起来好可怕 我们的柠檬酸小苏打或糖用完了 那那个 你再跟我们旁边的大哥 那个哥哥姐姐们说一下 他们再拿给你们 这样大家才不会挤在一起 才不会挤在一起 好 因为一大堆人一起输来的话 等一下大概就会 全部撞在一起 好 有没有喝到气 那个 那我请问那个 这个 那你买的小苏打粉 大家要去拿吗 在食品 食品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小苏打其实很容易买 你在全年就买得到了嘛 对不对 小苏打粉 柠檬酸的话 一般来讲 我们是到食品行去买 食品行 食品行的话 就会买得到柠檬酸 那食品行在这附近哪里有 我就不清楚了 不过食品行一定有 因为柠檬酸算是很基本的食品添加物 就是 我刚才讲的嘛 他就是加在那种西式的果汁里面 因为酸度不够 味道不足 他就加柠檬酸 我给大家一个方向 我给大家一个方向 有些人觉得很咸 有些人觉得很苦 好 你直接把这三包弄一点点 尝尝看 糖不用尝的 你知道 柠檬酸有多酸 你可以尝一点点 没有人吃过小苏打 试试看小苏打是什么味道 直接尝一点点 你试试看小苏打是什么味道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那个味道是哪里来的 小苏打是不是咸苦的味道 又咸又苦 所以小苏打要不要放太多 不要 能砍成气泡就好了 小苏打的目的是什么 砍成气泡 所以小苏打的量少一点 柠檬酸的量可以多一点点 因为其实有一点点酸酸甜甜 好吃味 对不对 好 大家再试一次 柠檬 小苏打放少一点 最多半尺 可是我喜欢吃小苏打 哎呦 你特别口味跟人家不太一样 小苏打放少一点 因为小苏打 其实它反而会破坏你整个汽水的风味 放少一点 半尺 甚至可以更少 也没有关系 因为它的目的只是要产生气泡 好 所以你一刚开始调出来的口味 如果是OK的 加上去变苦了 好 那就是小苏打加太多 好 试试看 再调一杯 好 再调一杯 第二次 你应该会好吃一点 因为你已经有经验了 好 你已经有经验了 好 那这件事情 其实也告诉我们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好 你不要怪可可可乐 你为什么卖那么贵 很难调 很难调 对吧 很难调 你只用三样东西 你就调得乱七八糟了 你知道我们的汽水里面 随便都有一二十样的东西 只要一个比例不对 就很难喝 好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养乐多怎么调 冰的 冰的 对 有一点点冰的 超冰的 哇 哇 你看起来真的很像汽水 就是有那种汽水的感觉 里面都是气泡 里面都是气泡 所以 各位慢慢去调 可以调出一个 你最喜欢的口味 那个口味就是你的独家配方了 每个人感受都不同 所以没有所谓 谁觉得比较好喝 可是我相信 小苏打加太多 不会有人觉得好喝 所以这个东西的量 要稍微控制 这以上面 这个就见仁见智 除了雪碧之外 雪碧是基本款 其实就是你所谓的柠檬口味 还有另外一个 你有喝过苹果西打 你有喝过什么柠檬汽水 不是 不是柠檬汽水 你有喝过柳橙汽水 芬达 还有葡萄汽水 还有葡萄汽水 坦白说 那些东西 没有一样里面有果汁的 我可以几乎这样讲 百分之百都没有 奔达里面 你看一下它上面的标示 没有一样是果汁 全部都是色素 然后加上柠檬香料而已 所以呢 各位爸爸妈妈 如果真的要给小朋友 喝一杯健康的果汁 我们就自己做 我们要自己做 我们要做什么呢 葡萄口味的汽水 好 我们等一下会给各位 一杯葡萄汁 好 这杯葡萄汁要干什么呢 取代哪一样东西 我们的葡萄汁主要是取代哪一样东西 柠檬酸 柠檬酸 不行咯 酸一定要有 这边还可以用 可以可以 好 糖水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等一下那一杯柠檬汁 不是 不是柠檬汁 抱歉 那个葡萄汁给你 葡萄汁就是取代糖水 一样你倒三分之一杯就好了 还记得你的酸的比例吗 好 大概半匙到一匙 你可以先尝尝看 那个味道会不会太酸 先加柠檬酸进来 尝尝看 我们说过了 我们的葡萄汁就是取代糖水 好 我们用葡萄汁来取代糖水 当然喔 你还是要加柠檬酸喔 没有加柠檬酸 等一下不会有气泡喔 所以呢 柠檬酸加多少 还是回到原点 那是口味的问题 好 那是口味 可是一定要加 一定要加 好 一定要加一点点进去 好 我们等一下 给各位先一杯 好 先一杯 那我们的葡萄汁 应该 够个每个家庭喝个两三杯 没问题 好 不过不要把它喝完 等一下还有事情要做 好 加入柠檬之后 你会发现 你多的那种淡淡的水果香 还蛮好喝的 不过 应该说 有不一样的感觉 至于好不好喝 见仁见智 西瓜汁可以试试看 可是柏拉汁坦白说 我也不建议 太浓 而且不够甜 柏拉汁本身 其实没什么甜味 那以一个液体来说的话 一个没有甜味的液体 真的是蛮难喝的 所以 其实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都可以试试看 葡萄汁 可以啊 葡萄汁 或者是苹果汁 苹果汁 也不错 不过苹果汁 我可能会建议 再加一点糖 因为苹果可能只是香味 它没有甜味 可能还要再加一点点 小树打粉有什么味 小树打粉加太多了 那 接下来就是大家自由发挥了 你要用什么口味 就是你自己去发挥了 用天然的食材 然后你就可以做出 不同口味的汽水 而且它不冰 然后你的气 其实就有那种喝汽水的感觉 这是提供给大家一个 你可以制作汽水的一个方法 好 吃吃喝喝的完之后 还要玩嘛 对不对 我们今天只有吃吃喝喝 还没有玩嘛 好 接下来玩什么呢 对小朋友来说 最好玩的东西 欸 气球 你怎么知道 气球 我要弄不动 气球 哦 我现在这个怎么弄 气球 到底怎么弄不动 气球 气球 你怎么说 老师要锋戏了 不要再假了,他自己會打 耶 气球 咬咬咬咬咬咬 我们就有一颗气球了 对 我们就有一颗气球了 好 真的哦 那怎么办 我没有那么多怎么办 自己做哦 好不好 来 我们请哥哥姐姐们帮忙发一下 我们给大家三种夹链袋 一个是大的十号的夹链袋 还有一个五号的夹链袋 五号的夹链袋原则上我们会给你五个 还有一个小的夹链袋 00号的最小的夹链袋 我们一样给你五个 我们把夹链袋先发下去 在发的过程 我们先跟各位讲一下 有没有看过这种气球 不用吹气了 它自己就会大起来了 没有 没有哦 这种东西叫自动气球 这种自动气球可以撑很久 一般你的气球大概可以放多久 两天 三天 一个礼拜最多啦 这个可以放到两三个月没有问题 这个放了两年还没有消息哦 太强了 那表示它密封做得很好 因为只要它密封效果做得好 它几乎完全都不会消 它几乎完全都不会消 好 重点来了 里面是什么东西呢 一个东西 一个东西 两个东西 三个东西 里面有三个东西 其实里面的东西 就是你桌上的东西 它为什么它会自己就产生气体 其实这个气体就是这里啊 二氧化碳 所以它是安全的 就算它爆掉之后 它也是二氧化碳 除非你先来没事拿来吸 不会有人干这种事情吧 所以它鼓起来了 没事没事 它只是这个带掉 好 那这个自动气球 这个我们把它叫自动气球 对 那它最主要 里面其实就是做了一个 我们刚刚所做的化学变化 对 一样其实就是一样 是这三种 好 那重点来了 等一下再夹了 好 那怎么做呢 怎么做呢 好 第一个 第一个 你如果直接把柠檬酸加上小苏打 会不会有反应 吃吃看 自己弄 我现在不给你的小袋子吗 你倒一点柠檬酸进去 好 你把那个柠檬酸 柠檬酸倒一点点 在五号袋 五号中的那个袋子 中的那个袋子 中的那个袋子 好 你加 随便加 加个一尺吧 半尺吧 无所谓 没关系 倒一点点柠檬酸进去 对 五号的 就是中的那个袋子 中型的那个袋子 你把它加一点柠檬酸 再加一点小苏打 加进去看它会不会有气泡 把这两样东西加进去 看它会不会有气泡 把柠檬酸 加上小苏打 倒到中型的那个袋子 不用不用不用 倒一点点就好了 不要全倒 倒一点点就好了 你可以加个一尺或半尺 我们的目的只是要做一件事情 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 是不是就会产生气泡 吃吃看 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 是不是就会产生气泡 不不会 不会嘛 为什么不会 当然不是说 柠檬酸加小苏打会产生气泡 对 少一样东西对不对 对 好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先听我说 不然等一下有人会出事哦 我们刚才是有一个最大的袋子 然后一个中型的袋子 然后是还有一个小袋子 好 等一下呢 配方自己调 我最喜欢做这件事情 配方自己调的目的 是要让你知道中间 差生的微妙变化 好 中型的这个袋子 其实就是我们的气球 它就是我们的气球 然后呢 你把柠檬酸 跟小苏打都放在这边 好 配方是怎样 请自己调 请自己调 然后呢 小袋子要放什么呢 放水 不要把它 你大概加一点点水 把它可以把它压起来 可是不要完全密合 让它等一下可以挤出来 不要让它完全密合 好 加一点点水进去 这边里面加水 然后把整个袋子 这边要压紧了 压紧了 然后把它装到最大的袋子里面 好 装到最大的袋子的目的是什么 对 把它爆掉 我们有一个防护措施 因为你的配方 不是很清楚 所以它有可能会爆开 爆开 你还有一个保护措施 不会炸得大家到处走势 好 所以呢 大家来试试看 你的配方要多少 才可以把它占得最大 然后又不会爆掉 这就是你的自动气球的配方 好 这是你自动气球的配方 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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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水袋要放在里面吗 对 水袋要放在中型的袋子里面 最小的袋子 要放在中型的袋子里面 也就是一个装一个就对了 那你要让它反应 所以你说把里面的水挤出来就好了 你把里面的水挤出来 它是不是就混在一起了 它就开始产生二氧化碳 然后把那个袋子充满 其实就是我们自动气球里面的一个成分 好 那你可以稍微咬一下 可以让它更快速的反应 好 条酥 一定要记得你自己的配方 那袋子大小不同 当然你所需要的量就不一样了 太小太大 其实都不好 因为太大的话 它就比较容易会爆开来 当然了 我们的密封袋 它的密闭效果其实没有那么好 大概一两个小时 它就慢慢消掉了 它不像我们这种是整个完全密闭的 那等一下我们进行最后一个活动 一样刚刚最有趣的 小朋友最喜欢的两个活动 我女儿 这是从我女儿那边所得到的灵感 我女儿最喜欢两件事情 第一个气球 只要出去吃喜悦 没有气球就觉得就逼你了 第二个画画 小朋友最喜欢画画的 等一下我们要来画画 可是画的方法 有点特殊 比较不一样 我们要用什么东西来画呢 我们用葡萄汁来画画 又回到葡萄汁了 我们今天就是 从头到尾都是这几样东西而已 你等一下会给各位 两颗电池 两颗方形电池 然后一组电线 然后一张铝箔纸 然后还有厨房纸巾 还有葡萄汁 有这几样东西 我们要用这几样东西来画画 不会 不会 对 老师今天给你们东西 一定都很安全的 不会被电到的 唯一最有可能危险的就是 那个有人放太多会爆掉的那一种 请把它放起来 不然我会吓到 至少爆掉 让它在袋子里面爆掉 好 来我们就再等一下 我们把所有器材都到 每个家庭手上之后 我们就继续下面的实验 好 那各位拿到一张 哎呦爆了 有人爆了 有人真的放太多了 好 各位会有拿到一张铝箔纸 会有拿到一张铝箔纸 然后呢 还有一张 那个 应该讲两张啦 厨房纸巾 那等一下我们把厨房纸巾对折 把它对折 然后把它平铺在铝箔纸上面 对折把它平铺在铝箔纸上面 然后呢 这一张 这一张厨房纸巾 待会要用葡萄汁 把它整个润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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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让它可以看得出颜色 好 那葡萄汁我们还在粉 幸好刚刚没有被大家喝光 那种不会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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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那个都已经调好了 配方都调好了 好 那等一下 大家先把你的葡萄汁 先在那个厨房纸巾上面 完全润湿 完全把它润湿 好 那你会发现 那个纸巾的颜色变成是 就是淡紫色的嘛 我们先把它全部润湿 那可以的话 尽量把它铺平 尽量把它稍微铺平 那可以先爸爸妈妈帮忙 不然小朋友的话 基本上只会搞破坏 最后 最后可能会乱七八糟 那我们每一桌 还要两颗方形电池 和一组鳄鱼夹线 两颗电池 等一下效果会比较好 其实一颗也有效果 可是两颗的话 效果会更好 好 那爸爸妈妈可以帮忙 把那个葡萄汁先 让那个整个 整个纸巾 是润湿的状态 那你先观察 它颜色是不是淡紫色的 它颜色是淡紫色的 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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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先借我了 哇,你看他们做得好漂亮 出来就是像这个样子 出来就像这个样子 好,大概全部把它润湿 然后尽量整个那个纸巾是平整的 好,我们再给大家一些 等一下我们还有两颗方形电池 跟一组二瑜伽线 好,再来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用电来画画 用电来画画 好,等会把这两颗电池 把这两颗电池 那开心爸爸妈妈帮忙 我们先把它接在一起 两颗接在一起 你只有一种接把 你也不会接错 把凸出来的插进去凹进去的 这样子 把它接在一起 然后呢 黑色的是负极 好,黑色的是负极 就是凹进去的那一个是负极 我们把黑色的接上负极 红色是正极 突出来的是正极 我们把红色的接上正极 好,变成这个样子 不会,放心,这是很安全的 不会有事情 你不会被电到,我先电一次 没事 这不会触电的,放心 很安全 它不会触电的 好,这样子 好,我们把它接起来了 然后呢 我们把红色的 把红色的 把它夹在我们的铝箔纸上面 随便夹在一个角角 夹着就好了 好,接下来呢 用黑色的来画画了 在你的纸巾上面画画 慢慢画 你会看到它会变色哦 好,试试看 你们自己来画 对,你们自己画 把红色的夹在铝箔纸上面 然后呢 用黑色的那一端来画画 那速度可能要慢一点点 你会发现它变成什么颜色 蓝色 变成蓝色,对不对 走过去必留下痕迹 你就可以画出一个蓝色的字哦 速度慢一点点 它的蓝色会更明显 红色正极,黑色负极 黑色负极 然后我们用黑色这一端来画画 慢慢的动 那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做的而已嘛 像我们刚刚做的 葡萄汁哦 它里面有一种成分 遇到酸或者是碱 它会变色的 那一般我们在变色的时候都是直接加酸性的物质或碱性的物质 那在化学里面哦 我们要让物质的酸碱性改变 其实很简单的 用电解的方法可以的 其实各位在做一件事情 你在电解葡萄汁 负极它会产生的是酸性还是碱性的 碱性的啊 对不对 刚刚我们已经知道了 如果偏蓝色它是碱性的 所以你就用负极 其实你就在电解它 一电解过去 它就会变成 那个蓝色的 就可以在上面画画 那同样的 你就可以利用很多不同的 那个果汁也好 或者是蔬菜汁也好 你可以做出类似的效果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就要把它结束 因为对我对老师来讲 上个最好的一堂课 叫准时下课 我一定要遵守这个最大的原则 我剩下两分钟四点 我一直在看那个时钟 你看我时间掌控得多好 为这件事情要掌声鼓励鼓励 这个很重要你知道吗 上个再好 只要拖到下课时间都不好 好 那最后一件事情 我们刚才讲到葡萄汁 葡萄汁 葡萄汁里面 有一种成分 葡萄汁里面有一种成分 那那一种成分 才是真正会让它遇到酸碱 会变色的成分 好 是什么呢 等一下我们再 我们再让大家举手 再回到刚刚的 这个 铁粉 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赶快把它讲 铁粉 好 这个铁粉 其实它是 我们刚才提到 它是很容易氧化的东西 那它很多的物质 刚刚我们在泡汽水的时候 各位都有发现一件事情 它摸起来是会冰冰的 这一种物质 它会产生所谓的吸热的反应 它把环境的热吸走了 整个环境的温度就降低了 那这种呢 它反应之后 会变热 它是一种放热的反应 把它热放出来 环境的温度就增加了 所以呢 最近天气又变冷了 大家最喜欢的东西叫 那包里面的成分 其实就是 好 这就是我们的礼物 因为外面很冷 有没有人知道 真正让葡萄汁里面 变色的物质是什么 酸碱性 会让它有酸碱性 这个问题有一点难 我们要找最后的小朋友 那个你取得好久 你紫色的 是什么东西 葡萄酸 我回去查查看 有没有葡萄酸 这个东西 应该有啦 应该有啦 不过答案好像不是 是什么 碱 不是 这个题目真的有一点难 最重要的成分就是花纤素 那个花纤素 就是会让它酸碱变色 最重要的成分 就是它里面的 所谓的花纤素 所以只要有花纤素的东西 其实都有类似的效果 所以各位讲到 那种高丽菜 其实它里面有花纤素 紫色的物质 其实它会看到 你会看到它是紫色的 它就是花纤素的成分 就是那个花纤素的成分 好 那今天 很高兴跟大家 吃吃喝喝玩玩了 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这些东西都可以 你在生活当中去找得到 那我们也是希望 借由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 一起来做这些东西 虽然不见得小朋友 可以真正了解 里面的科学原理 可是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希望 可以给孩子多一点 对自然科学的启发 尤其是一到国高中之后 自然科学只剩数学 真的对大部分的孩子来说 是一件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是国中老师 是高中老师 我们自己心里有数 这一切都是我们造成的 都是我们的错 所以我们要回到 这原点来看 科学它绝对不是只有数学 科学是我们当中的一草一木 所有的事情都跟科学相关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 有关科学的东西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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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大 好 谢谢 谢谢 好 那就请大家记得 垃圾要带走 各位小朋友 今天玩得很高低 又喝又吃的 李老师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他每次要大家做投资片 他都跟各位说明了一次 所以各位回家 你很有兴趣玩的时候 不要说你想到就去 就去把这样的东西混在一起 先看看书 先确定可不可以 安全 然后再开始去做 好不好 请大家注意安全 好 那我们现在有一份问卷 请各位家长在收拾东西之前 不要 你怎么会拿起来 钱一下 不要 好 谢谢各位 谢谢